这个是我室友从高中用到现在的东西 我可以跟保证觉得是用过几十个 日本女生香香的秘诀啊 是我觉得超级超级日本人的商品 如果你喜欢日本旅游或对日本生活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Yui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开始 我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Yui 今天呢是日本的药妆店推荐第二代 上一次的影片呢是我第一次做这个题材 我上篇之前还紧张到拉肚子 结果呢没想到上次大家反应这么好 给我这么多温暖的留言 那为了回馈大家决定在做第二代日本药妆推荐分享 那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点击这边 还是这边去看一下上一支影片 那这次呢 一样是让住在日本五年的Yui 来带大家去看日本有什么好用的药妆 哪些我实际用过觉得很推荐 或是有一些不断在回购的商品 就是会在今天的影片再介绍30个给大家 我整个就是在我家 哇呀哇呀哇 看哪些我漏掉的东西没想到 结果还真的蛮多漏掉的东西的 所以今天会再分享30个日本推荐药妆 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日本的药妆店 叫做Velushi 但是我去了 我跑了两家店 发现他们都是不能摄影的 所以还是又来到了松本清 那如果有一些松本清里面没有东西 我等一下回家会再拿我自己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先进去松本清里面看看 今天一样有帮大家整理 这支影片会用到的中日文对照表 那你们要去找商品的话 可以先截图这个画面 那就会比较好找比较快找到 节省大家旅游的时间 好截图时间要过了 3 2 1 影片开始 上次呢有观众留言问 没介绍感冒药 有的 我们家都是吃这一款 Pavron Gold A 那感冒药为什么上次没介绍呢 是因为感冒药有流派 有一些在台湾很流行的感冒药 愈吃了其实也没有效 那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 就是我自己都是吃这个 那这感冒药呢 它一样有分唯利跟定计 唯利就是粉末的 我强烈建议啊 如果你是敢吃药丸的人 就不要买他们的粉剂 因为真的是超级苦 本身已经很苦了 至少吃药的时候让自己好过一点 那如果你们看到啊 它卖药的时候是这样子 两个空盒子的话不要紧张 因为有些比较有人气的药 或者是比较高单价 或者是有限量的药 他们就会放这样子的空箱子 然后上面写空箱 你只要拿这个去柜台 它就会换一个新品给你 那上次呢还有观众问 有没有推荐的眼睛保健食品 有 就是这个 我最近在吃这个DHC的RUTEIN RUTEIN呢就是叶黄素的意思 这个呢跟上次介绍的DHC的 这个维他命不一样 那个要吃两颗 但这个呢一次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呢一颗就含有16毫克的叶黄素 那大家知道郁郁的工作就是长期要使用电脑嘛 就是对眼睛非常的伤 所以我会用大量的眼药水之外 我就是还会吃这个叶黄素 平常呢还会吃另外一款这个叶黄素 但这个药妆店买不太大 我都是在Amazon买的 那个单价比较便宜 那像这个DHC的 它20克的就要八九百块 其实说实话有点贵我觉得 但是呢其实还没有效果的 我就吃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发现 诶我今天好像怎么眼睛都不痛 明明我已经剪了12个小时的影片 就是真的这个吃起来是蛮有感觉的 那RUTEIN呢叶黄素呢 这其实要持续吃一阵子才会有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来日本买的话 会建议你们买大包装的回去 另外还有观众问保健食品嘛 通常我都是吃这个 MALUCHI VITAMIN 就是综合维他命 它里面呢是有维他命A B1 B2 B6 B12 还有叶酸 维他命C D1等等的成分 那我除了吃DHC的维他命C以外 我还有吃这个MALUCHI VITAMIN 看我那天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那如果是维他命B的话呢 上次也有介绍一个牌子叫CHOCOLAT BB 他们也有出那种小瓶装的 小瓶装B的话我都会吃CHOCOLAT BB 通常我如果那天晚上有喝CHOCOLAT BB的 那个DORING 再加上吃那个VITAMIN B的话 我突然隔天早上起来就觉得 我今天皮肤特别滑嫩这样 那接下来也是很容易被 我们从丁邮季节 跟大家推荐一款我都用什么药水 我都用这个UNA ALPHA 这款UNA KOOL在台湾好像蛮有名的 有时候UNA回台湾的时候YOUBA都会叫我带 那这个呢我通常要搓个三四次才不会痒 但是这个UNA ALPHA通常我搓个一次就不会痒了 感觉应该是比较强效的版本 这次也买一款回去给YOUBA试试看 那下一个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特别的OKBON 它不是普通的OKBON 它是人工皮的OKBON 它叫做BANDO A DON 自从呢我上次在福岛区才移到水沟之后开始 我就蛮常用人工皮去治疗我的伤口的 那时候呢医生都是给我那种大片的人工皮 需要就是去剪成符合我的伤口的形状 然后贴在脚上 可是呢就是每次都要去这样剪剪贴 其实还蛮麻烦的 就我后来发现这个商品 它们把人工皮做成OKBON的形状 而且还有各式各样是让你在手指上 用在脚后跟或是脸上的各种不同的形状 说实话呢 它的单价真的是比一般OKBON还高蛮多的 但是呢 它最长的是可以使用五天才需要去更换的 下一款药呢是这个 Nazaru Spray 这个呢就是鼻子流鼻水啊 或是鼻塞的时候 喷一下就可以很通顺 这个呢 是我室友从高中用到现在的东西 我可以跟保证绝对是用过几十个 那我自己偶尔呢也会跟它借来使用 真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比这个塞真的不舒服不好睡的时候 喷一下 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就可以通顺 非常的好用 那它有一般的跟这个 紫色的是薰衣草 我没有用过薰衣草的 就是只有用过这个一般的 非常好用 推荐给大家 那再一个呢是这个 Nodo的 就是猴药猴糖吗 我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 常常喉咙痒 所以我就会含一颗这个 就会比较舒服 这个我最近还蛮常用的 但这个呢是 Mazukio松本清的品牌 所以其他要装垫可能没有 它是针对喉童的疼痛 还有声音沙哑之类的 那下一个呢是这个Ninokia Ninokia就是手臂后臂这一块 这个里面呢含有20%的尿素 可以帮助有效的去除脚脂 那通常呢像我自己就有这个困扰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后面手臂这块呢会一颗一颗一颗的 那其实就是脚脂堆在那边嘛 这个呢可以帮助脚脂去软化 还有改善那个烘烘的症状 那我自己使用感想呢 是我这边原本都会有一颗一颗粗粗的 然后里面就是有毛就是卡在里面 但是用了这个之后呢 它让表层的脚脂软化之后 毛就可以跑出来 长出来那那个一颗一颗的痒痒刺痛刺痛的感觉 也会减轻蛮多的 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比尔类的UV防晒喷雾 这款呢它是有SPF50加 然后PA4个加的防晒喷雾 它呢是在一些很过酷 恰恰的環境にも耐烈的 就是在一些很艰难的环境呢 它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支撑性 就是即使你是有流汗啊 或是很强烈的摩擦 它都不太会掉 虽然接下来是冬天啊 大家觉得可能不太需要仿晒 但是如果你有预计要去滑雪 或是要去一些冬天的运动的话 其实还蛮推荐可以带这个的 你就是喷一下 就也不用怕会影响到外面的妆容 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芦荟软膏 是兼工的芦荟软膏 那这个芦荟软膏呢 是我最近用到非常非常有感的东西 就是我之前去白马玩 就觉得天气凉凉 山上舒服舒服的 然后结果就忘记擦防晒 就回来之后呢 我肩膀整个超级严重的大晒伤 痛到是我晚上睡觉 碰到枕头碰到棉被 都会痛到睡不着的那种程度 那我就是听了药剂师的推荐 他就推荐我使用这款软膏 第一天擦完之后 我那天终于才可以睡过夜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两款 药妆店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很有趣的饼干 写骨头的呢 这个是里面含有钙质的饼干 然后写铁的 这里面是有含铁质跟那个 酵原蛋白的饼干 这个呢 我之前买回去给油妈 还有油妈吃过 它其实吃起来就是一般的那种 夹心饼干 没有什么特别或奇怪的地方 铁粉酵原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然后另外一款 卡路充满 含钙的这个是香草口味的 其实还蛮好吃的 就是一般的饼干 只是它有多了这两个成分在里面 下一个呢是蛮多观众问我 有没有推荐的染法 说实话 没有 因为有买过鸡罐给油妈 但我都觉得那个味道非常的刺鼻 可是呢 因为油妈有这个需求 所以呢就上网帮大家找找看 那找到了三款 这三款呢是一个表参道的美髮师YouTuber 他做了一些示范 非常有人气的一些染髮剂 做实测之后测出来的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 那他的测试呢是先染上去之后再重复用水洗个四五次 看他们的保留颜色的状况 还有那个髮织变得怎么样 这次呢会买这款回去帮油妈染染看 效果好不好呢 大家可以在看我的IG 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有观众说希望可以分享好用的居家清洁产品 OK 带大家去看 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 啊它在这 这个是LION的Top的襟袋 襟袋就是磷子 袖袋就是袖子 它是针对磷子跟袖口一些泛黄的部分 让你在清洗前就是先涂完这个 然后直接丢下去洗一洗洗 那个泛黄的部分就可以很明显的改善 因为呢 我们家的衣服都是UBA在洗 他都要洗自己的襯衫 所以我之前也有买这个回去给他用 非常简单 你只要涂在领子袖口 然后丢下去洗一洗洗 洗起来 那个地方就变白了 还有一个极度推荐的产品是这个 激若菌激击押痴君 其实是推荐大家买那个 小颗小颗然后很多颗包装的 不是这种大片的 只是他现在刚好卖完 那这个激击押痴君呢 你看他的名字 感觉就是清洁力非常的强 他其实呢是德国的那个魔术海绵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这个呢通常是我在擦那个 瓦斯炉 如果有一些油烟啊造成的那种脏污 就是用这个搓搓搓一下 很轻松就可以搓掉 那下一个呢我自己很喜欢的洗髮精 是这个瓦濃的洗髮精 我都叫它大米 因为它就是一颗米粒的形状 那这个洗髮精呢它超酷的 它是很天然的 据说它的发油是整罐都可以吃的发油 我自己是买桜跟芝南蒙的香味的 那洗完之后呢它会有淡淡的那种花香甜甜的感觉 而且重点是洗完隔天头发会非常的光泽 而且非常的柔顺 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难挤出来 所以它们其实最近包装改版了 就变得不是它一开始那个大米的形状 变得是按压瓶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它这样子一组的时候 通常那个价钱都会特别便宜 如果是一瓶洗髮精一瓶护发 如果分开买盆来大概要三千多 但它有做这种组合的时候 一瓶洗髮精一瓶护发 有时候会折到两千块 就非常便宜就是一定可以买 下一个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很像睫毛刷 但它其实是让你刷刘海或是刷头发的 你看它有上过各大日本美妆的第一名 像这个アットコスメ的 ヘアスタイル スタイリング第一名 然后LDK杂志的A品件 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商品 那它的刷子呢有分大刷子跟小刷子 那像我这边啊常常会有毛毛泡出来 我就可以刷那个 让它就是简单的贴在刘海这边 就不会毛毛燥燥的感觉 下一个呢是我觉得超级超级日本人的商品 是消臭力的这个粗臭喷雾 我常常啊在等厕所的时候 前面等很久 我就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几句等一下一定超臭 可是我从来没有一次在日本厕所遇到很臭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直到我看到这个商品 我脑中突然像柯南那个线串起 这样叮叮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呢就是你上厕所前后上厕所后 对着天花板跟马桶里面稍微喷一下 就会有那个香香的味道了 然后可以把那个和臭的恶心的味道消除掉 消臭力是日本很多芳香品牌出臭的大品牌 然后这个包装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根一小根 像是小香水这样子随身携带很方便 我在家里用过 它的那个除臭力是可以持续很久的 大概半天到一天都没有问题 日本女生香香的秘诀啊 你还真的以为日本女生大便都是香的 下一个商品呢也是日本办公室必备的 叫做Fabri Zibre 相信很多人呢可能都有在日本的饭店看过它 它就是一个可以消臭还有出菌的喷雾 那日本人通常都蛮在意自己身上的气味 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魅惑 带来困扰 就像我就是如果有去公司上班啊 我们中午就吃了味道比较重 比如说咖喱 回来的话呢就会喷这个 全身这样喷一下 这个呢可以算是日本上班族的必备商品啊 回到家也可以喷一下 因为它有出菌的功能 在那个疫情期间啊 我就不会买这个出菌啊 还有续除那个ウィリス病毒的 下一个呢是我觉得旅行的时候还蛮好用的 Ariel的这个洗衣精球 这个旅行的时候很方便 就是如果出去住轻驴啊 那种连续住好几天五六天的 就带个一两颗去 要洗衣服的时候就丢一颗进去 很方便携带 而且呢它现在就是有再更新过了 它说这个呢是有超过漂白剂的洗净力 还有这个呢就是可以防止衣服皱皱的 这个款式 它蛮多不一样香味的 大家如果会在意香味的话 都可以用这种小小的那个 迷红Sample去试闻味道 我觉得日本这一方面真的非常的贴心 好重 虚重 上次的影片里面有介绍到 这种贴在鞋尖用的这种暖暖包 因为现在要进入冬天了 都有在铺火了 大家有来日本的话可以找找看 那不知道这什么的话呢 可以看上一支影片 下一个跟大家介绍的商品是这个 Azuki no Chikara Azuki 就是红豆 这个商品呢 它就是拿到微波炉里面加热 大概一两分钟 看它的你买的产品是什么 它会写说明书 就要加热几秒 然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暖 在我肩膀非常酸痛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放在肩膀上这边 让这边的血液循环比较好 那这个呢 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 它的身体的那个契合度Fit感 非常好 像用电脑这样用嘛 我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掉 它就是非常安稳的 可以好好停在这边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真的超级好用 又温暖 然后又可以舒缓肩膀的那个肩颈僵硬 这个人到底是要多肩颈僵硬 对了刚才忘了说 就是日本的洗发精啊 它常常会有那种小小的试用包 一包一小包一百块这样 如果大家对日本洗发精有好奇 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的头发 或是喜不喜欢那个香味的话 建议呢可以去先去买小包的 第一天先买来试试用看看 那试用完觉得喜欢觉得好用的话 再买一整瓶的回家 那根据我的经验 通常啊 日本出的那种很 很有人气的洗发精 我觉得在台湾的夏天 洗起来都是有点太油的 所以像刚才余宇推荐那一款 很像米的那个洗发精 它真的是非常的保湿保水 我在日本用我觉得蛮刚好的 但大家如果夏天在台湾用的话 可能会有点太油 就是真的要试试看才知道 零食区 这个超好吃 我超爱的 我每次回台湾都会买给家人 然后这个烘木排也很好吃 零食真的还蛮多推荐的东西 大家如果有想看的话 可以在另外拍一集 介绍零食 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 那还有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药妆店没有 我就先回家 然后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 OK 我现在回到家了 那上次呢 有观众留言敲碗说 想要看予以介绍 一系列的DEPROGRAM 敏感话题的保养品 他问我可不可以拍一集 有点困难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详细一点 因为上次只有稍微带过 那DEPROGRAM呢 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使用这个 是他们的敏感肌专用的化妆水跟乳液 敏感话题它有五种不一样的颜色 像我现在在用的这个蓝色 就是一般的 黄色是支痘痘的 粉色是干燥 针对干燥剂 像我在冬天如果 比较容易有起白血啊 皮肤太干的时候 我就会用粉红色的 那紫色呢 就是比较熟灵的肌肤 会需要用到的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 比较没有弹性的话 可以用紫色 然后还有白色 就是针对洗蜜啊 手把卡丝就是 雀斑 或是有一些斑点 还有美白的作用 那我一般是用蓝色 然后痘痘比较多的时候 会用黄色 那冬天比较干燥的话 我还会用这个 就是在化妆水之前 这个叫做 敏感肌用保湿美容液 冬天的话我在上化妆水之前 会先擦这个 像我真的非常明显 我这几天就是 开始有点脱皮的状况 有点起白血 我就是马上用这个 用一个礼拜 我现在几乎就是 恢复比较正常的状况 还有两个是 就是上次影片有提到的 校色的CC霜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粉底 这些都是敏感肌可以用的 其实敏感肌可以用的粉底液 蛮少的 因为粉底很多就是粉状的东西 可以添加化学的成分会比较多 那我现在几乎是只有用这个 其他粉底我真的完全没有用 还有一个也是他们家的BB霜 这跟这个的差别就是这个 没有校色的功能 然后这个的状态是 又再更液态更水壮一点 好像是D-Program的业配 再来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 也是保养品 这个是 Isofurabone 我知道应该很多人知道 就是豆乳的洗面乳 这个是他们家的高保湿眼霜 对那它是乳状的 非常的好推开 没有到轻盈 但是也不会太厚重的感觉 非常的好推开 而且这一支眼霜呢 是那个 edkosme 就是日本的美妆网站的 2022年的 最佳 cosme award 第一名 就是眼周保养 眼部保养的第一名 而且它很平价 这一条 只要几百块日币而已 大部分眼霜都还蛮贵的 一定是破钱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平价 这个呢是我最近才开始使用的 我觉得擦起来算是有效果 但是它不适合后敷 后敷的话跟你长起来会有点 起屑 下一个 しみとり 这个呢是上次影片分享之后 我的闺蜜推荐我的 可以去除衣服上面沾到的酱油污漬 可以急救衣服上面的污漬 那它上面是标榜水性的酱油咖啡血液 跟油性的口红粉底液肉酱等等的 它都可以有效的去除 然后用这个 这样子去搓搓搓搓搓搓搓 把你的那个衣服上面的沾到的酱油 把它搓掉 然后酱油都会渗透到这张纸上面 水性的污漬还蛮有效的 那油性的话 比如说口红的话 我觉得效果没那么好 可能还是用一些卸妆水卸妆油 去除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下一个跟大家介绍的是 防止禁电的喷雾 如果有在冬天来过日本旅游 你有穿毛衣来你就知道 脱下衣服那个瞬间 都是霹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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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脱下来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有时候真的会 啪到就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出电的感觉 还蛮恐怖的日本的冬天 下一个 这个是入浴季 那我买的是这个黄色的 它是有肩膀痠痛跟疲劳恢复的功用 它里面是含有碳酸ガス跟盲消 还有那个カリウム 这些成分 就是有点类似温泉的功效啦 然后它里面它会有一个两尺 你就直接撈一尺出来 加在你的浴缸里面 然后它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香味 也有不一样的功效 那讲到入浴季呢 就是大家来日本 应该有看过一种很可爱很可爱的入浴季 它是万代出的那种 很多不一样卡通的角色的入浴球 那那个入浴球呢就是你丢到水里面 它融化之后 它里面就会出现那个玩具 有点像是抽盲盒的感觉 只是你的盲盒是入浴球 那真的超可爱 如果是喜欢收集这些小公仔啊 或者是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的话 真的很推荐你们可以买这个 小朋友喜欢的角色的入浴球回去玩 真的很好玩 只是那个单价会比较贵 我买的那个 可以买这一包 最后两个是 吃的 其实已经被我吃完了 我超级超级爱 Puree的软糖 这个Puree的软糖呢 它就是 饮面本身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外面会有一点糖粉 那我最近呢吃到这一款 真的是 惊为天人 这一款是山梨现场的白桃做的 那这一款呢 跟其他我之前吃过的不太一样 是它里面有 山梨现场的白桃做成的那果冻液 在这种间这里面 所以呢这个吃下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要再吃一颗 白桃 真的你脑中会浮现桃子的味道 而且呢这个里面是 有含维他命C跟胶原蛋白 超级推荐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啦 蒟若 就是台湾人很爱买的果冻 那它有出这种 就是零卡的 这种吸的包装 这个热量比较低 但它不是真正零卡 每100克 只要卡路里低于5卡的话 它标示就可以写零卡 但不是真的完全没有热量 嘴馋 但是你有在减肥的话 就可以吃这一块 那还有观众留言说 想要看美妆版 美妆呢 玉宇已经有跟玉宇的 很多美妆的朋友 有先谈好了 之后我们会一起拍 一集完整就是介绍美妆的版本 因为玉宇本身对美妆的了解 没有那么的博大精神 所以就找了专家 跟我们一起来拍 然后还有人问说 有没有推荐的伴手里 也有人问唐吉克的饼干泡面 或是会不会拍超市便利店 或是百元店等等的 这边呢就想要跟大家做个问卷调查 下一集你们会想要看百元店 三百元店 还是会想要看便利商店 日本的便利商店好吃推荐 还是会想看超市 Yui去日本的超市都买什么 还是想看伴手离 回台湾可以带什么日本伴手离回家 还是想看唐吉克的 有什么推荐的糖果饼干泡面 留言告诉我 那下一次就稍微统计一下 看大家最喜欢看哪个 再拍给大家看 OK那今天的日本药妆介绍 又是满满的 应该也有超过30样东西的商品 希望这些介绍对大家的购物有帮助 希望对你们的日本旅游有帮助 那如果今天影片喜欢的话 或是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不厉害帮 you 按一个赞 然后记得留言告诉我 你们下一个要看什么影片 那Yui的频道有平台拍的日本生活 还有日本旅游 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本或喜欢旅游的话 记得订阅Yui的频道 你可以追踪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如果我平常有用到什么好用的东西 我都会直接上传限动 你们可以知道第一手消息 今天影片到这边 不喜欢旅游的再见 我是Yui瑪丹妮 拜拜 收工 哎呀 感谢观看